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黑豹 Black Panda 讓威宇宙最新的超級英雄電影 在美國隊長3英雄內戰中 出登場的黑豹 他的第一部個人英雄電影 由奧斯卡的一天金牌全熟的導演 Ryan Cougar 指導 主演的有 Chadwick Boseman 還有 Michael B. Jordan 等 這部電影非常受到期待 除了他是在《復仇者聯盟3》 《無限之戰》前的最後一部電影之外 他是第一部以黑人為主角的超級英雄電影 導演是一位相當受矚目的年輕新秀 他的上一部電影是 Michael B. Jordan 還有西威斯·史特隆主演的金牌全熟 也是《若基》系列的最新一集 在台灣是沒有什麼知名度 但是在美國是很紅的一部電影 他的前兩部電影或多或少 都會跟有色人種的社會環境 這部黑豹的開頭還有中間幾段 甚至是主角跟反派的最大衝突 都牽扯上了這些政治還有社會的問題 不過我們只是住在太平洋另外一端的鄉民 那我們就好好的來看熱鬥 在這樣一個導演指導之下 這是一個非常不漫威的漫威電影 完全被叛了鋼鐵人 一路流傳下來到奇異博士 蟻人 心絕 這種叛逆的主角個性 黑豹或者說T'Challa 他有點年輕好勝 但他絕對不是一個小人物 跟其他漫威電影的那種主角是不同的 我們比較無法對他產生連結性 他是貴族 他是一個王子 一個國王 最接近的可以說是索爾 漫威中的另外一位王子 但是所有的個性又完全不一樣 黑豹給我的感覺比較接近是神力女超人 甚至是超人 或者是蝙蝠俠一類的DC英雄 一個很純正的正面英雄人物 一個榜樣 和要讓人崇拜的偶像 用NBA打比方的話 黑豹比較像是Michael Jordan 而不會是Kobe Bryant 那當然就更不是老榜Jones 我沒有不喜歡漫威的電影 這種充斥著爆米花式笑話的動作英雄 只是從鋼鐵人第一集 沒有一點看太多了 我很喜歡黑豹這樣子的角色電影 很有特色很大膽跳出來 又有一個漂亮的反拍 哇這真的很不漫威喔 但是一部不漫威的漫威電影 他還是一部漫威電影 於是很多問題就發生了 黑豹的故事 接續在美國隊長三英雄內戰之後 T'Challa 返回到擁有高科技 卻與世隔絕的瓦甘達 他即將正式的就位為國王 但是在這之前和之後 他必須要面對來自各方 對這個國王王座的挑戰 就像每一個新上任的統治者一樣 必須要先擺平每一個想要奪權的人 並且還得收拾上一任留下來的爛檯子 電影最主要的背景在瓦甘達 一個Google Maps上面不存在的國家 他們把自己屏蔽了起來 但是想進去的人好像還是進得去的 他們因為擁有范金竹的關係 所以他們的科技非常的發達 醫療技術也是遠超於地球上所有其他的國家 Sorry奇異國師 在國家的體制上是一個武族共治的狀態 老實說瓦甘達在這部電影中沒有好西部 他的設定對我來說有一點尷尬 有些地方很高科技 有些地方又沒有 想要表達一些街頭風格 或者是文化 在這個高科技的城市裡面 看起來就是有一點奇怪 比如說瓦甘達的城市裡面 會出現塗鴉藝術 會覺得蠻妙的 OK 來談談這部電影的反派 非常的棒 一個比洛基還要帥氣的反派 有人說他幾乎偷走了這部電影 我認同 有人說他是西斯萊捷之後最棒的反派 我覺得還差一點 的確這個反派的動機很強大 他有私人的因素 還有強大的理念 要不是編劇生硬的幫他安排了一些反派才會做的事情 幾乎所有的觀眾都會站在他那邊 而且他的情緒很飽滿 我們很清楚的看到他的復仇之火 整個角色很紮實 而且故事很完整 還有一個漂亮的出場 我很欣賞導演最後給他這樣一個反派人物 這麼美的結局 反而他用在主角的心思好像還沒那麼多 但是就是非常可惜的在最後雙方決戰的那個部分 高潮氣氛非常的超帥 就是單純的在秀火力、秀鈔票、秀場面 不管是好人還是壞人 角色的個性可以說是完全不見 我前面說主角T'Challa的個性很好 但是他所做的事情都很無聊 發生在他身上的劇情是被動 他必須要回來就位成為波浪 他必須要找回泛金屬 他必須接受挑戰 他必須反擊 劇情推著他走 但他的動機始終是不夠強烈 完全不像他在美國隊長三中 那個一心一意想要抓到殺父兇手的那個狀態 不過有一種黑豹這部電影像是 兩部電影拼接在一起的感覺 一部是以黑豹為主的漫威電影 有鐵豹片的味道、武器介紹、飛車追逐 動作場面、絢麗的特效場景 另外一部則是以Michael B. Jordan 飾演的反派為主 歸鄉的復仇悲劇 兒子想要吃仙草冰 然後女兒想要喝很夠湯 結果爸爸就買了一碗仙草紅豆湯回來的感覺 如果拆開成兩部電影 我會覺得兩部電影都會更成功 但合在一起的感覺就好像雙方都得到他們想要的 但是怎麼好像不是 黑豹是一個專屬黑人的超級英雄 他建立了瓦甘達這樣一個在遙遠的非洲大陸上面 一個強大的黑人國家的世界觀 也回過頭來再講 有力量的人應該要怎麼樣幫助自己的同胞 而不是有了財富之後就蓋起一道牆 然後躲在豪宅裡面當一個國王 以及等等的社會議題像是難民之類的 女性角色在這部電影當中也是非常顯眼的 像是黑豹的貼身護衛 也同時是他的前女友 還有那個在科學上面非常有天分的妹妹 以及有女性組成的 效忠瓦甘達國王的護衛隊 這幾個角色同時都有在女性自覺的議題上面有著墨 兩位白人演員 一位是Andy Turkins 飾演的Crab 蠻讓人喜歡的一個狂人 蠻有趣的一點是他手上的那個武器 應該蠻清楚的暗示是向誰賣的 而另外一位我們的華生 他依舊在這部電影裡面是一個擔任大降游的角色 他的劇情不一樣 我覺得很可惜的是他沒有把那個非洲大陸的真實感覺拍攝出來 整部電影蠻明顯的大部分都是綠霧的背景 沒有那麼好笑的歡樂 動作場面也有一點可惜 尤其是最後的決戰給人感覺沒有什麼力量 畫面又不太清楚 劇情有一點過於保守過於不要 劇本走向的可預測性太高 當然黑豹這部電影還是不同於其他的超級英雄電影 有一個很特別的文化 我沒有不喜歡 就是一部有好有壞的傳媒電影 黑豹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你的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Robi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